開始進入這個答問環節 我先問一問 原來很多投資者 其實剛才說了 也不知買什麼好 其實也有一個挺頭痛的問題 問一問黎宇宗先生 如果還未置業的 應該選擇先買住宅 還是投資非住宅呢? 如果你從來沒有置業的 還是未置業的 當然是先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 不是投資問題 我一定會告訴你是買住宅 因為你住宅 所能夠給你的 不只是你的投資回報 我可以在這裡有自己的家庭 我有自己的後代 莫廣再進一步 現在可能我們港南面對 你沒有物業 我不會嫁給你的 或者港南面對 這是基本條件 是吧? 我嫁不出 起碼回來也有一個鬥口 是吧? 所以理論上來說 平常心一定是你住宅 但是這個又說回年紀 譬如我今年 我已經是五十幾六十歲 甚至七十歲 我沒有物業 不要緊要 我兒女有 這個問題 要考考一下 吳嘉祐博士 要計算數 現在車位貴得 真的不合理 是否適合的時機 他舉了個例子 七百五十萬的住宅 就可以收到大約一萬八元租 但是車位七百五十萬 就可以買到大約五個 只是收到大約一萬五元租 那怎樣計算呢? 怎樣建議呢? 因為車位始終都有風險 經濟不好 需求會減少 或者容易些 我不租了 那就比較麻煩 或者有車的人 經濟不好 我先買一輛車 等等 你買賣都是有一個程序 我反而覺得 你不如找些人幫你做 例如現在市面上 也有很多所謂的 防托的基金、領匯 它也包含著很多 一些非住宅物業的停車場 商下等等 如果你看回現在整個 在美國或者加息的情況下 其實也不會太多 我想如果它仍然維持到這幾 但是你看回一些防托的基金 基本上整體來說 也有四這幾的收入 與其是這樣 我不如交給別人做 沒有那麼大的風險 我也不懂計算 那七百五十萬 安全一點 如果你給我 簡單 我暫時都不賣樓 因為賣樓的風險是很高的 好 接著這個問題 說一下寫字樓 一些小型的寫字樓 不是大型的 想問一下蕭先生 租下用途多數都是倉 或者是做一些零售的小店 那業主如果真的要租出去的話 要注意些什麼呢 真的寫字樓嗎 如果真的寫字樓的話 特別留意這件事 做一些倉 還有一些零售 倉本身 不合規格 在市區的寫字樓 建築物條例裡面 只有兩種用途 要不住 要不就不是住 就像我們今天這樣 照著你做office 和做一些叫我們retail 基本上 只要你不要申請牌照那一隻 那你就應該沒什麼問題 只要你做倉 這件事比較好 只要做倉 嚴格來說 就會通常地契出事 但是市區的地契 我們要看契 看位置 有些九九九年契 那些 你就開心了 不用管它 雖然你是不對 但是你沒事 不對但是沒事 因為有時候要證明你做倉 很難的 接著這個問題 就問陳宇敬律師 就說有一個車位 打算是出租 有些什麼要注意 還有需要找代理簽約等等 那個合約怎樣簽法呢 其實也都在網上 有很多範本在那裡 很方便的現在都 可以在範本那裡 填一些你適合的資料就可以了 所以收車位都一樣 所有東西都是跟合約的 你的合約說了是 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 其實租車位在業主的角度 管理是比較方便一點的 因為很多時候停車場 可能拍卡入 諸如此類 那業主說了事 我弄到你的卡入不了 那已經是租客 沒有你付了 所以如果你說 收租那方面 就一定是沒有住宅 那麼頭痛 我自己覺得 但我覺得陳宇敬律師 帶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最重要在議定合約的時候 什麼都寫清楚 無論你是租約 租金 甚至是收回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 都盡量寫清楚 就最好沒有爭拗了 今天到這裡 我們講座 已經來到尾聲的時間了 我們再次以來的掌聲 多謝台上那麼多位嘉賓 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提示